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有胜算 其实不然 指数的空间不大 但是个股的一个实质内涵 它表现的一个力道相当强 所以回档下来要做出什么动作 要懂得布局多单而不是去追空 8月3号礼拜一的盘是跌了151点 漂亮回马江 漂亮回马江 大盘感觉不强 你看一下实质内涵 上市贵涨停板的加速是4家 跌停板才2家 它是不是在仰空又空 没有错吧 所以赶快布局多单 布局完之后 礼拜额大涨196点 接下来又涨92点 礼拜是又大涨111点 3400点 涨上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你 我已经减码了 我保留多数的现金 等待什么 这礼拜盘是压回 是你最后上车机会 也是你空单回补时机 我上礼拜是已经告诉你 我对盘是看法 以及你应该做出了一个动作 讲完之后礼拜五跌84点 礼拜跌了113点 礼拜三跌了154点 最后上车机会 我当天有没有告诉你要中压 我上礼拜对这个礼拜的行情 其实我就已经了然于胸了 他要怎么走 我先告诉你皮胖 所以礼拜三要不要中压 这不是最后上车机会吗 我上礼拜四的行情的研判 告诉你本周是你最后上车机会 来了就要中压 礼拜三是不是继续的又空咖空 大盘一样跌 盘中跌154点 上次贵涨停板的加速27加 低停板才一加 他是不是在继续又空咖空 让你感觉盘好弱 跌154点怎么可以做多 难道你要放空啊 你进去看一下 这一档南电 今天再度的亮灯涨停板创新高 你看这些空单是不是被咖得很惨 早在两个礼拜之前我就告诉过你了 有做空的赶快回补 其实在操作股票的过程 最怕硬凹 其实不管做多做空都一样 做错就停损而已 硬凹的结果 有时候凹错一次 你就永远没办法翻身 你自己看看这种空单 沿路的搁上去 沿路的加空 接下来呢 什么时候会回补 等到营业员通知你要断头了 空单自然会下来 这就是一个宿命 所以盘式的一个脉络 沿路是喜欢跟你讲解的很清楚 就是希望你做好预备动作 你说是不是 上礼拜我就告诉你 这礼拜跌 跌下来 重压最后上车机会 礼拜四是昨天到92点 我说如果还有低点赶快上车啊 如果礼拜三你真的来不及了 你又被这154点的一个下压 吓傻了 那没关系 如果还有低点 你要不要上车 今天台股早盘跌了84点啊 你进场了吗 你买了吗 难道昨天我苦口婆心提供给你 你已经忘记了吗 忘记了就跟着盘中讯息 一起来动作 今天早盘我就会告诉你 建策做接回的动作 今天建策 手盘330 差一块钱亮灯啊 今天一个建策 309做接回 五天转折买点浮现啊 今天309做卡位接回的动作啊 整一个建策一个架构 前面两大波段 86加38 加起来是124块钱 还记得吧 如果忘记了 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 当时候五月底 建策形态突破 223可以买 买了两波段 42加28 70块钱嘛 卖掉的一个建策 293接回 309再卖 这样是又多了16块钱 对 所以加起来是多啊 86块钱啊 那309卖掉 我说打下来292接回 八天转折买点啊 我什么时候卖 是礼拜二啊 不如预期的一个建策 我300先调节一趟 本来我预计 建策的基本面很好 它有机会呢 怎么样 过三四期的高点 我才要卖嘛 我当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研判 但是 事实没有如同我的规划嘛 所以礼拜二 330先卖一趟 没有错吧 礼拜二的一个动作啊 卖 卖 所以呢 这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292到330 就是38块钱嘛 所以两阶段加起来 就是124块钱嘛 那既然330高点有卖 杀下的过程当中 建策的基本面好不好 如果它基本面 依然持续性的成长 今天盘是一个架构 打下来是一个进场的基点 今天五天转折 买点浮现的建策 我会做结尾的动作啊 建策 算了模组的嘛 你看一下去年度 整年度 赚6.55啊 今年度前半年就赚了4.25 它是不是一档成长机油股 今年度你自己看一下 1到7月份 最新的一个数字出来了 每月一收跟去年比较 都成长两位数字嘛 所以 基本面 想不想 其实我之前就跟你分析过啦 你的手机要不要用到散热器 你那个笔电跟桌机 要不要用到散热器 如果3C的产品 没有散热器 手机容易当机 电脑容易当机嘛 它那个使用功率 不会很好啊 所以呢 这些3C的一个产品 都要用到散热器 包括5G的GD台 也要用到散热器 所以才会造就 建策基本面 如此亮丽的表现嘛 那既然基本面依然看好 今天回答5DN啊 止跌啊 309付近接尾 9点27分 9点27分 股价印下来是308.5 你去对价 就接回在309啊 是不是 礼拜二卖在330啊 309结尾 差了31块钱啊 这就是一个价差动作 买完之后 收330 差1块钱亮灯 你认为跟我买309的一个建策 可以赚21块钱的价差 这就是幸福赢家的感觉 我在规划行情 为什么要事情讲给你听 预告的分析 你才知道这位分析师 到底有没有公理 既然给你预告 行情一旦如同我的一个预测 低点来了 该买就买 该出就出啊 那不是这样 所以整个建策 今天5天转折买点浮现啊 309结尾啊 今天早盘 有一个中头都在平盘以下 很好买股票啊 我早就跟你说啊 如果这盘还有低点 赶快上车 赶快进场 是不是 所以今天建策 309结尾啊 330啊 对 买在这个位置漂亮啊 我有在跟你事后看图说故事吗 并没有 是不是 被动元件的七七星 记得来看一下 当时候7月27号 回测支撑91.7低阶 涨了10%之后 8月4号不太动 我说还会再涨 隔天有没有拉出中昌宏 这样20% 8月6号的七七 103先卖一趟 这礼拜三强势整理 七七有跌吗 没跌 该接回就要接回啊 所以整个奇力心理架构 赚完20%之后 我在礼拜三 9点57分啊 告诉委员相对强势 在103附近买进买回 57分就在103啊 一定成交 这礼拜三的动作啊 所以整个奇力心理架构 今天强不强 今天拉出中昌宏 是不是很强 相对低档的支撑 位置 对 强势整理一定还会再涨吗 那高点有卖 跌不下去 103做接回吗 那接回之后 今天拉出中昌宏 瞧不瞧 今天涨半根以上 来到108.5 所以今天奇力心 9点51分啊 我还告诉新委员 105可以再买 当中价格 经过4分钟再105啊 一定买得到 这种量 对 将近2万张的一个成交量 全体会员都很好买 这边都105啊 尾盘大涨5.3% 108 是不是 所以整个一个被动元件的一个族群一个架构 目前啊 华欣科 国聚 我还没有做机会 奇力心呢 我告诉 本来 有些等级会员是买 准备买华欣科跟所谓国聚的吗 目前 全部转进奇力心 也就是说奇力心这次的动作 我是告诉全体会员 普惠特惠真笼大家一起买 大家一起买 从礼拜三 全体会员 对 不管你参加我什么等级会员的 礼拜三有没有告诉你 奇力心103做接回动作 有吧 有吧 那今天的奇力心呢 在105 全国的全体会员 金老师有没有告诉你 105可以再买 有吧 所以在选股的一个判断方向 金老师会帮会规划很清楚 你今天所看到的 奇力心是最强的 大涨5.3% 但是国聚呢 今天还跌 华欣科呢 今天小涨啊 哪一档最强 奇力心最强 奇力心最强啊 所以我在规划行情 研判行情 对会资金的一个调整 或是配置 当然要把资金用在最强势的个股身上啊 所以 这个盘 其实 没有那么困难啊 我说过我最喜欢整理盘 整理盘 你才知道高手在哪里啊 大门时速 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 130 312 不会新年度的高点啊 我一再跟你论述 美国股市啊 美国科技股创下率也新高 美国的道琼呢 一样啊 都创下率也新高 那台股制服在这边 你不觉得 它可以让你布局十几点 给你布局多单的机会 是不是更多 所以 脉络 的一个操盘节奏性 我希望你要跟上 秦老师的一个脚步 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 你看我在分析 盘式的架构 或是个股的一个进出 我又没有规划 你又没有准备好 如果你准备好 要跟秦老师一起并肩作战了 我希望下一档 你好好的跟 谢谢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程度顾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胆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物主义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开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小树 活下去 你该不会是从两千年前的古代穿越而来的吧 每次穿越时空都把我搞得好惨啊 所以这一次 一定得选一个防身武器 为了安全起见 我得选个狼牙棒 古代没有诈验集合吗 用LINE私下交易 先付款后出货 尤其在社交平台买东西 这就是假网胎 真诈骗的特征 等你把银子给它 它根本就不会出现 也不会出货给你 只要提高警觉 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好了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散热模组的齐鸿 前一波段 赚了24% 沿路的逢低承接不卖不卖 直到创新高 我站在卖方 7月22号50.8做调节 调节完之后 我跟你预告齐鸿 他接下来买点的家 这个规划行情嘛 同样你最想要的一件事情嘛 打下来这边一定可以买 预告 预告完之后 有没有来 来了按计划做结尾的动作 上礼拜师的齐鸿 黑鸡棒没有涨 一样低阶 一样都是在这一个区块 那既然都在这个区块 我都站在买邦 上礼拜师的齐鸿是可以买在46块半 买完之后礼拜我不跌 台湾当天跌80点 那礼拜大涨9.7%早盘了 那沿路的杀下来洗下来 卖了吗 卖了吗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普通贵的子股没有卖 当天为什么可以开那么高 对插一档就亮灯 因为当天有利多 李拜齐鸿拿下新iPhone的大订单 看到这个大利多 股票差一档亮灯 当然不用去追高 不追高 难道可以去放空吗 既然有观众打电话进来问 他听了其他分析师说 看到利多就要去空 你如果当天看到利多去空齐鸿的 你损失了20% 操作股票没有那么简单 看消息面去做动作 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整个一个齐鸿的架构 当天因为有利多 有利多才可以开那么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秦小师选的股票 极有股 常常报上会有利多消息 所以你在利多消息 还没有见报以前 就要先买好了 在礼拜 利多消息还没有公布以前 上礼拜就要先买好 先买好 我会带你去追高吗 不可能 洗下来过程当中 高速会也不卖 就是不卖 为什么要卖 还没涨完为什么要卖 礼拜三马上亮灯50.6 礼拜四昨天又亮灯55.6 两天是两根涨停板创新高 今天齐鸿9.53分 创高卖在55附近 一定卖得掉 因为尾盘拉高 56.6 没有错吧 所以整个一个齐鸿架构 竟然是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干净利落 对 今天55块钱卖掉 尾盘一样拉高 拉高就拉高 对 之前我们公开给你卖点 有时候尾盘都比我卖得更高一点点 那又怎么样 齐鸿斯只负责带你赚完整个波段 最好赚我一定赚得到 齐鸿上一次卖在55% 隔天还是有高点 这样24% 这次齐鸿卖在55块钱 收盘还是有高点 那25%我赚到了 两阶段的操作 将近五成 同一档股票 全国的普通会员帮秦老师做见证 我怎么低阶的 我又怎么高出的 够不够清楚 对至少我这一趟50.8有先卖 打下来接回吧 我没有报上报下 对我没有报上报下 我们等于多赚了这一趟架杀 大概有十几% 所以两阶段 加起来就49% 够清楚吧 够明确吧 没有跟你拖泥带水 对齐鸿啊 6万多张的成交量啊 所以全体的普通会员 大家都很好进很好出 你要买499买得到 你要出499也出得掉 量大好进出 又是一档极油股啊 掌握住这样的一个巡股方向 再加上秦老师给你的一个 买卖点的一个转折参考 这样子就是你的啊 24加25就是你的啊 没有错吧 那这一档迅达 疫情的收费股票 因为今年度的疫情 很多的企业都在居家办公 所以不管是笔电啊桌店啊 需求非常的一个畅旺啊 所以这档迅达电脑 六云收年车率高达120% 在礼拜二啊 18.5市价买 一定买得到 礼拜二买完之后呢 我一盘亮灯水 赚半根 那礼拜三杀下来呢 你敢买吗 好怕哦 当年台股盘中跌了154点 秦老师告诉你 那是一个中压 最后上次机会 如果你每天 很用心锁定我的节目 我相信礼拜三的一个 盘中下刹的地点 是买股票的时机啊 没有错吧 我从上礼拜就跟你预告 这礼拜 是你多担最后上次的机会 所以经过礼拜二的压回 礼拜三的重挫 那不是一个最后上次的机会吗 那不是一个中压时机吗 所以呢 该怎么 对未来盘市 给你最正确的一个投资方向 其实秦老师都讲得很清楚啊 只是说你也有没有听进去 也有没有落实在你一个操作啊 所以礼拜三真的很精彩 礼拜三盘中下压150点台股啊 迅达18.6再买 你自己看这个时间价位 9点23分啊 发完讯息之后还有更低 9点23分你加 发完讯息还杀下来 杀下来就开始往上拉抬 尾盘拆挡亮灯 买在这个位置的 礼拜三迅达你可以赚14% 这是多么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 跟对人就是那么轻松愉快 所以当天就14% 昨天礼拜是又多了9.7% 今天逊打9.21分 22.3附近停力卖出啊 经过大概两分钟啊 22.65啊拉上去嘛 就在平板以上很好卖啊 对2.5啊22.7啊2.65啊 今天拉高就卖了 收盘22块钱啦 所以你看到简单是个交易日 超过两成啊 二几% 对礼拜三买的就14%啦 昨天又差一点亮灯嘛 所以整一个超盘的节奏 怎么低档买的 怎么高档出的 又如何创造这样两成以上的利润 就整一个超过操作的流程 你都要全盘跟上啊 啊否则在那边用看的 只能股掌架好而已啊 只能羡慕的眼光而已嘛 我希望行情的架构 再还没有过13031以前 其实任何回档 你都应该思索 什么机油股 要跟秦老师一样 站在买棒低接 比如说这档 5G功率放大期的文贸 跌了六七十块钱啊 很惨对不对 礼拜三收脚只跌 我说我买在298 这时间价位跟你对过了 298买完之后呢 收303现买现赚 昨天压回修正 黑给棒 我说如果还有低点 那是你的福气 跟我昨天对大盘的规划 如出一策 一模一样 昨天行情盘式 我一样跟你讲啊 如果这个盘还有低点 赶快上车 所以今天台股呢 你会不会低点让你上车 今天文贸 有没有低点让你上车 有没有平埋一下 今天最低297啊 你买了吗 亲爱的朋友 你买了吗 我礼拜三的买点 在298 我公开给你的 今天297啊 你买了吗 昨天的分析 油盐在额嘛 如果还有低点 那是你的福气 他已经来到一个相对低档了 这边经常做低接 胜算非常的大 所以今天一个行情 跌下来 当然是一个再度低接时机啊 所以 既然今天有卖出迅达 有卖出奇红嘛 那资金 落袋了 什么股票可以低接 这种资产投资组的一个转换 那个盘中的一个衔接性相当重要 所以今天找盘 建策 有没有做接回的动作 五天转折买点浮现啊 330 礼拜二卖掉的 今天来到309 差到21块钱 做接回的动作 今天27分啊 我没讲五天只跌了一个建策 309附近接回吗 当中在308.5 今天接回之后 收盘330 现赚21块钱 齐一新 礼拜三 103已经接回了 今天找盘一样 新晋会员 105再买 再买 最强势的 被动元件的个股 就是奇迹型 今天大涨5.3% 你有没有做对 你有没有看对节目 行情没有那么困难 对 右空的过程的一个架构 你不要去放空那些强势股 你反而要选择一些强势机股 风低再度的承接 在盘市还没有过 13031以前 任何的回档 希望你跟清老师 一起站在买方 布局未来主流的强势机股股 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地方 跟我们现场助理 做联系跟洽谈 从下礼拜一开始 你可以跟清老师一起来 对时对价 明天见 本服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一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城路故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晓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见 0800-868-365 0800